歡迎收看古奇玩點名 首先祝大家中秋佳節快樂 整個大盤來到這裡 今天大盤在節日之前 它今天是量縮的 它今天只有1065億 那小漲4.5億 可見在今天來講 大家都沒有什麼動作 有的漲有的跌只有4點 但是該漲的股票 尤其是景氣循環股 它都是形成一個循環 景氣循環股的特色 它就是大漲小回 然後一個輪漲 那我一直談到 目前操作上景氣循環股的特點 記憶體 矽晶圓 光學鏡頭跟被動元件對不對 這4個族群 昨天第一集 南科大漲 今天小弧度的拉回 今天變成光學鏡頭 雅光大漲 盤中看到漲停 今天矽晶圓 大漲 今天被動元件有漲有跌 國劇長華興科 今天拉回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這4個族群 它還是主流 但是它呈現一個輪漲 今天去四點 光學鏡頭 雅光今天漲8% 我們回顧昨天我怎麼講的 我說很多人把雅光在這裡 當成一個頭部區 那我說它只是整理一個中點站 中間的中 這裡絕對不是它的頭部 這幾天剛講完 它今天馬上漲給你看 漲8% 今天大半去四點 還有大概1萬張左右的龍券空頭 沒有補 今天被尬上去了 怎麼辦 我一直強調一個特點 包括南科也是一樣 不要去空這種強勢股 通常我們做多一個簡單的道理 買要買強勢股 空要空落勢股 對不對 落勢股你也不要追空 你反彈去空 強勢股是拉回去買 你回顧一下這一陣子 這幾個月 甚至從今年到現在 這四個族群 你拉回去買 你能夠賺多少 賺一大波段 一大波段 而且這些是熱門股 所以我才會說大資金的 你好好的規劃 你會賺得更多 那這四種族群 你可以做波段 也可以做短線 像華興科 拉回的時候你不敢買 我帶會員去買 連續漲了五天 我昨天減碼 他今天拉回小跌 這個就是短線 不管你做短線波段 景氣巡黃股絕對是適合你 建華興科拉回小跌 可是國距是往上漲的 可見的這個族群 被動元件這個族群 它還是向上的 那矽晶圓 昨天漲 今天又繼續往上走 我們話再說回來 我說買要買強勢股 拉回買 空要空落勢股 反彈空 偏偏很多人去空強勢股 亞光跟南亞科 今天大盤 只有漲4點 該漲的股票 一律大漲對不對 八卦環球金 今天去11塊 昨天呢 昨天漲4塊半 今天11塊 這樣兩天不是15塊半嗎 那操作景氣巡黃股 是不是很好操作 包括華興科今天小胡拉回 我也會交代嘛 他連漲5天今天小胡拉回 這一檔股票還是向上的 我還是會再補回來 因為這種股票呢 方向向上 短線拉回操作 那低檔卡位的波段股 你就虛報 不管你資金大小 你可以做短線 也可以做波段 今天國際往上走了 對不對 那華興科同樣被動 今天拉回 所以沒有關係嘛 這個族群很健康 那南亞科呢 昨天大漲 今天小胡拉回 沒有關係嘛 南亞科呢 他昨天是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 我講的這些族群 你看亞光 我們從54塊卡位 往上走 休息一陣子 再往上走 拉回對不對 在這裡整理一個月 今天又往上走了 我說這裡呢 他不是頭部 他只是中間的整理 我們54塊介入 到今天收盤125對不對 我們已經賺了倍數了 或許你會認為 那我到底賣了幾次 我們面對全國的會員 我說我們從這裡卡位對不對 我們平均成本54塊 我們不只買一次 這裡低檔很好買 我們最少買兩次以上 往上走 我們只在這裡解碼過一次 我們還有一半持股到現在 那不管你是這裡或這裡 54塊成本 我還賺著股息喔 賺倍數嘛 我沒有賺我怎麼敢亂講 那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是時間如果倒流 你會跟我做嘛 這種大波段的對不對 那或許你會問 還有沒有這一類的股票 我說有 想賺錢的你打電話進來 我帶你一檔一檔慢慢的卡位 那這一檔股票呢 我說這裡不是頭部 他整理完了 他還會往上走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環球晶 矽晶圓 我們從這裡起漲開始呢 我在電視上公開也公開的講 可是你敢買嗎 我們帶會員在這裡 我們連買兩天 往上漲 到現在呢 對200塊起到現在300塊 現在317嘛 這個叫波段 而且還沒結束喔 我說他這樣創性高 他會往上走 因為這裡呢 他已經整理了兩個禮拜了 這裡你沒有卡位 他就上去了 就跟這裡你沒有卡位 他就上去了 同樣的問題嘛 因為這些是景氣循環股 他的那個報價 矽晶圓的報價還在調漲 就跟南亞科 地雷的報價還在調漲 是一樣的道理 華人資金的流向 他決定你的旋骨方向 那或許中秋節到了 這裡到達了季線 對不對 你會問這裡 有些人有疑慮 這裡會不會是頭部區 我很簡單的回你一句話 我們要進廣告 美股的方向 它就是台股的方向 不可能美股往上走 韓股日本 對不對 中國大陸 都往上走 就台股往下掉做頭 不可能 方向是一致的 只是台股這裡 它可能需要整理 那整理的時間 就有的漲有的跌 那你要趁這個時間 剛剛好去做一個調整 你手中的佈局 你手中的股票 大盤在整理 那未來有的漲有的跌 對不對 你要趁著反彈的時候 把這些弱勢股方向向下的 這個很容易看清楚 季線往下走 就是方向向下的 趁反彈 做一個賣出 然後卡位 趕緊卡位 方向向上的股票 趁拉回的時候去卡位 花星科你有沒有卡位 南亞科有沒有卡位 環球金有沒有卡位 環球金沒有卡位 兩天你就少賺了15塊 一張一萬五 十張就15萬嘛 那你要趁這些向下 拉回去卡位 往上你就可以賺波段嘛 這一波一波往上走 因為它目前獲利還在增加 它的報價還在調高 那這種季線向下的股票 你一定要做一個初心的動作 因為大盤未來 它是一個整理盤 大盤台灣 它不會自己成為頭部區 重點是個股表現 想賺錢的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大家透過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頭部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部永遠值得託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剛剛跟大家談到 環球金 這兩天這樣子 漲了15塊 你錯過了這裡卡位的機會 錯過這裡卡位的機會 他就要往上創新高了 一波一波的往上走 那景氣循環股 你會問 那往上哪裡是頭部區 我簡單回你一句話 我低檔 我能夠帶你買進 我就大概知道 頭部在哪裡 那我也可以教你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當往上走的時候 當它出現大量不漲的訊號 你操作就要小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你不需要靠任何的基本面 或者靠任何的消息面 你都可以操作 不會太緊張的 但是你注意看 環球金這裡往上走 它是亮縮的 所以這裡它不會是頭部區 一個很簡單的分辨 低檔在這裡買進的人 往上走 快要創新高了對不對 它並沒有爆大量下跌 而且它是亮縮長紅的 它是亮縮長紅 這代表什麼 代表籌碼穩定 所以想賺大錢的 想低檔卡位的 所握現金的 大盤在中秋前前後 這裡它都是一個震盪 你都有很多機會去做一個卡位 針對這些族群 做短線做波段都適合 但是你要懂得什麼時候去卡位 我帶你買我幫你規劃 你會賺更多 我們來看一下 雅光 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談雅光 我們怎麼卡位怎麼賺 我們先談這一段 這一段賺75% 這一段賺倍數了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這裡卡位 它是不是在整理 我們簡單做一個對照 這裡在整理 它就是這裡 這裡差不多54塊 我們平均的介入成本 那你說這個地方好不好買 你能不能賺到這一段 當時在電視上 我也是公開講 但是很多人沒賺到 當你低檔卡位以後 或者帶完會員 就這樣開始 兩天12% 休息一天 又漲對不對 如果你是會員 你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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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倍數是什麼賺的 這一段就是75% 那很多人就是在這裡 看他賺了75% 漲了75% 然後去做換空 結果又被嘎 這一段再上去 我們就換倍數了 這裡他進行一個 一兩個禮拜的整理平台 那個時候在哪裡 在8月中 8月中大盤 上一波拉回 剛好大家很緊張的時候 他在這裡又空 結果吸引1萬多張 8月中期以後 他又再漲 他又繼續漲 我天天追蹤 我們會員天天賺對不對 這樣叫做換倍數 我敢面對全國的會員獎 我們賺到倍數對不對 我們平均成本54塊對不對 那能不能賺到 大波段 你好好的去規劃嘛 那從亞光開始呢 我們來看像記憶體 南亞科 矽晶圓環球晶 這兩天連續漲 被動元件等等 這些族群 其實這些景氣循環股 它都會呈現怎麼樣的走勢 它都會一步一步往上創新高 它都會一步一步往上創新高 但是弱勢股 季線向下的很明顯 你也不要去問老師 你自己看 對不對 季線向下的很明顯是弱勢的 往上不斷創新高 它就是強勢的 你要買強勢的剩它拉回 那弱勢的剩反彈去賣 換股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嘛 你要怎麼去規劃 你說你資金很少 做短線也可以大賺對不對 華興科買進連漲五天 解碼它短線拉回 我還會再買回來 那你說你工作比較忙 你要做波段 這個最好 這個可以賺倍數 好好的規劃 把握這個假期 仔細思考一下 想賺錢的 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 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答 透過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針煮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歡迎回到現場 那我們來看一下整個大盤 大盤目前它來到這個地方 它的頸線 10500 這裡會有比較大的壓力 為什麼 10500 在這個地方 它套牢比較多的量 那目前這裡反彈上去 它量是縮的 所以這裡它會有壓力 那今天是收10469 頸線在10500 月線在10480 季線10466 也就今天收盤 大概是收在季線這裡 那月線在上面一點點 頸線在上面一點點對不對 那成交量 中秋節以後 量要上來 它才有機會 那如果它突破 在這裡整理 那就是強勢的整理 那如果它壓回 我認為壓回的話更好 打雙底 再上 盤勢會更穩 大盤會不會破線 機會不大 我說過 台股 它的方向 就等於美國股市的方向 也就等於韓國 就等於全球 所有股市 尤其是我們跟韓國比 會比較明確一點 韓國並沒有做頭 我們這裡 它也不會形成頭部 它只是整理 拉回再上 會更穩 那重點是它如果壓回 我說我的景氣循環股 它一樣會往上走 有些股票它已經創新高了 但是有一些套牢的弱勢股 你要賣 它如果再往下走 它可能會破底 你手中的股票是哪一種的走勢 這個很重要 那大盤目前來講 它就是進行一個整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我們簡單看一下 像環球晶 這種都是 整理完了又往上走 很明顯的你看成交量 量縮往上走代表籌碼穩定 我們再看看南亞科 昨天大漲 今天壓回 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它是一路往上走 它在高膽震盪 我說它還會再往上走 這就是景氣循環股的威力 那放空的呢 也是達到了1萬多張 那這些股票在低檔區 它這裡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卡位機會 這個地方對不對 我在電視上也公開講 它是往上走了 這裡是最好卡位的機會 錯過了以後呢 它拉回再一次的機會 這是電視上公開講的 它要繼續往上走了 接下來呢 它就不給你機會了 它直接漲停 繼續往上走 那你說你能不能賺到 這樣你到底賺多少 這樣你到底賺多少 再看一遍 如果你跟著我做 你這樣到底賺多少 景氣循環股 那南亞科我說呢 跟環球晶一樣 它還會創新高 那去放空的1萬多張 你要小心 從上禮拜 我一直提醒 不要放空 不要放空 那這些景氣循環股 你再看一下呢 環球晶 竟然去11塊 竟然去4塊半 2天不是15塊半 你買10張不是15萬嗎 那這些景氣循環股 操作上呢 並不會太難 我們再看一下 華邦店 這一段呢 應該賺了六成有 一波一波 這裡壓回 這裡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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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注意它拉回的卡位位置 我一直強調的是 低檔卡位 低檔卡位 拉回買跌 拉回買跌 那景氣循環股呢 它一波一波往上走 你很容易的 就可以賺到波段 我講過一個頭部區 這個地方量縮 在高檔量縮代表籌碼穩定 這裡怎麼可能是頭部 那問題是如果倒回去這裡 8月初 你要不要跟著我做 這是8月9號 你是不是可以賺到很大的波段 短線波段 你都可以操作 那景氣循環股呢 它一檔一檔的往上走 不管是記憶體 不管是光學鏡頭 不管是矽晶圓 被動沿線 它方向都是向上的 做短線做波段都很適合 好好的規劃你會賺更多 把握這個機會 換股才是王道 賺波段 記住打電話進來 我帶你卡位 謝謝大家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